来 我们看到下一份简历 颜冰女25岁河北人 燕山大学硕士 企业管理专业 来说说这份简历 这是我非常想见的一个选手 一个标准的好学生 难得碰到一个 这么喜欢化学的女生 你看她的工作简历里面 有两份是化学老师 而且她求职的也是 初中化学老师 我觉得特别的优秀 但我就在想 如果说成她写的优生教育 而且那个也是工作室化学老师 如果没有 陈昊没有来的话 那我们所有人都要被灭灯吗 对啊 我是觉得她应该是一个 特别能够吃苦 因为她写的评价自己叫 不比聪明 比勤奋 所以我觉得她应该是特别的那种 她硕士都应该到了企业管理了 然后现在又说初中的这个 初高中的这个化学老师 我觉得话都挺大的 真的是很明确的人 因为她的期望的工作地点也是 前皇岛 唐三太远 她还是在校学上 大家看一下她是19年才第一 不在 她只要实习岗 她要实习岗的话 她可能只能选择就是 能够符合她需求的 而且她的指向很清晰 我知道了 她想去当化学老师 我就特别喜欢这种 就是我把当老师作为我的一个梦想 我奔这儿去的人 我所感兴趣的是她的家庭教育方式 她说她母亲从小就总说她笨 所以她心里总是告诉自己说 我一定要学出个样来 我觉得当妈的老说 这几孩子笨得特别少吧 多 多吗 多 我们家呀 就是其实也不是说多么好的教育 但我妈就特别爱夸我 这特别好 这就是很好的教育了 这就是很好的了 现在我才明白 她为什么一句话评价自己说 不必聪明 比勤奋 因为有那个前提 她妈老说她笨 那我们就看看这个女生 到底是不是如她母亲所说 是个笨女孩 还是一个又聪明又勤奋的女生 来我们掌声有请颜冰 大家好 我叫颜冰 来自河北秦皇岛 现在是一名企业管理学的 在读硕士 读书期间做了很多 与教育相关的工作 这个过程一方面 让我更加坚定 教育行业的发展前景 另一方面 我也越来越喜欢教师这个职业 看到学生通过我的讲解 感到十分的自豪 为了更好的胜任教师这个职业 2018年 我考取了高中化学教师资格证 今天来费你莫属 想寻求一份与化学教学相关 以及员工培训课程管理相关的工作 谢谢大家 童老师好 你好 那我们刚才在讨论说 你到底是笨还是聪明 因为你的宣言上面写 不比聪明比勤奋 算不上聪明 挺笨的 那勤奋吗 勤奋 你妈真老说你笨啊 我妈小的时候 她教我小学的数学 还有初中的数学 她说我没有她小的时候聪明 这是亲生的吧 绝对亲生的 我妈就我一个年了 亲生哪有哪 自己跟自己比的 我那个时候不理解她 我现在知道 就是她在我不在的时候 在我老家 觉得我是同龄人当中最优秀的 就是她当面损背后夸 对 是这意思吧 她没有在我面前夸过我 我觉得朋友应该这样 这妈也这样吗 我知道好多爸爸是这样的 肯定不轻易夸孩子 没错 对吧 但妈妈一般都是夸自己孩子 我爸不管是在人前还是人后 都夸你 都觉得我是 都损你 挺好的 都夸你 不同的家长有不同的教育方法 但我的观点 我就是认为好孩子是夸出来的 激励 一定对他的这个复制好的行为 有关键的 那你夸一个 夸一个来 颜斌是吧 你上来之前我就很想看到你 从自己看你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好学生 所以我相信你从小就是聪明 而且勤奋的 为你教 谢谢老师 其实大家讨论了半天 像是父母作为表扬的意识 我们到底是如何在生活当中表扬 其实非常简单 我们一定要发到孩子的散光点 但这种表扬一定是具体的 是客观的 你比如说我今天我要夸你的话 我一定会说 你的每一个字都写得非常的公公整整 可能你在日常生活做事情就是个认真的孩子 那我会说是一个具体的事情而产生的 所以在这里我是觉得还要夸夸你 就是说上来以后你的微笑是发自心里的喜悦 谢谢老师 对 我觉得夸孩子也 把你妈换了 我觉得你讲得真好 就夸得要特别具体的 对 事实上我们会发现孩子身上有很多大人所不具备的优点 我们不断地在社会当中成长 学会了各种各样的技能 但其实我们的直觉是退化了的 而直觉其实是兴趣的老师 孩子的直觉非常准 所以在某些方面来说 我们一定要顾忌到他的直觉 所以在某一些对他的评价方面 一定要更为具体要师出有名 否则的话夸的也敷衍 惩罚的也敷衍 到最后他就是个敷衍 那你觉得夸男人要不要具体一点 夸男人 对 可以吧 那你具体一下夸一下那个丽浩阳 我觉得丽总能够把算法跟教育联系起来 并且在线上得到这么大的成功 还有他的个性化教学 都是我想学习的地方 对于他的思想 还有就是他对上一话的这个 狙击手势的窥探程度 是我想要学习的地方 说得真好 丽浩阳 这上面写你高考实力是吧 嗯 你本来可以考更好的大学 对 燕山大学也蛮好的 老师我燕山大学是硕士研究生 我本科是石家庄经济学院 你本来可以考一个什么院校 正常发挥的话我可以考一个一本 然后我上的是一个二本院校 怎么就实力了呢 数学的那个最后的计算题的第一道题是三角函数 平时这道题都是很短的时间内做完 那道题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做了很久 用了四十分钟的时间 导致我后边大题的分配时间不合理 整张圈面上边后边做的稀里哗啦的 你看这又涉及到张萌的时间 考了八十多分 你考研考了多久啊 考研是从大四的暑假开始准备的 啊 顺利吗 嗯 我报的保守 本来学校报的就保守 然后专业也不敢跨 啊 就挺顺利的 嗯 你毕业了没有 没有 还有2019年的六月份正式毕业 那你想就是去教育行业是吧 别的行业不考虑 教育行业以外的话 我就考虑员工培训管理 你要求薪资多少 我要求薪资七千 但是我城市选的不是一线城市 不到七千也没关系 啊 你不想去一线城市 对 为什么 嗯 因为有两个方面 第一方面 嗯 我父母都在农村 我希望通过自己的能力 将来把他们接到跟我一起生活的城市 他们还卖菜 我下班之后可以照顾他们 嗯 我不想让他们来一线城市 他们也不会说普通话 嗯 好孩子啊 嗯 但是你如果不去一线城市 那个那个医学教育在北 在上海 嗯 嗯 我知道 而且我了解到我们秦王岛 以及唐山也没有分社的机构 对啊 那咋办呢 所以 嗯 这里就他一家教育企业 刚才 图老师也说了 如果不是教育企业的话 是其他企业 我希望有员工培训管理相关的工作 这个有 这个我们这里有 还有一个位置 你要知道员工培训管理 一般都在总部啊 更不可能在秦王岛啊 一个分店里边 去做大量的员工培训 对吗 对 对啊 那你为什么不想 对 去闯一下呢 不要放弃自己的初心 你的这个背景 在这些地方找工作很容易 我觉得尽情展现自己 还有你太原为什么要选择呢 不是 那就不是你想的那些工作了 太原为什么要选择 因为我男朋友跟我是研究生同学 他签了工作 他的工作地点在太原 就是三个地方都可以考虑了 就是 对 如果我去了太原的话 我可以把我爸妈接到太原 来 第一轮选择 徐霍蕾 你那个手可真够 你什么时候灭的 我灭了 不是 我好几次都给不了 好几次都给不了